昨天晚上陪着男友录完串 回家用捣碎的卢慧扶着脸 抱着本子羡慕的看偶像剧中的白富美时 你会想到郭美美在干什么吗 前几天我们猛料小分队 终于体验了一把白富美的生活 在公体某高档餐厅内 郭美美与友人一起聊着小天吃着饭 当晚郭美美身着黑色拨点 高开扇搏杀长拳 伴随着雪白在大腿实现实现 霸气也是实不长的侧漏的 自打从餐厅出来 郭美美的视线 基本从没有从手机屏幕上离开过 一路聊得又是认真又是待劲 与友人暂别之后 郭美美看着那辆马沙拉蒂独自上路了 如果你以为 我们美美的一天就这样结束的话 那可就大错特做了 人家的夜生活才是刚刚开始 除了宫廷没多久 郭美美便将车挺在路边 衣服等人的驾驶过不起来 十多分钟后 一个闭波发行的外国男子 轻车出路的钻进了车链 两人随即开车又返回了宫廷 进入了另一家夜店 要说前两天郭美美还在微博上教大家 要如何做一只猫 如今看来美美还真是尝到了夜猫子的甜头 不过除了咒服夜出的特点 美美猫子丝毫没有理解猫的其他本质 这位外国小伙明显就是国内无亲戚 无朋友 无住宅的三无人员 就连去趟夜店也得让我们的美美伺候着 再联想起美美亲笔血线的猫奴二字 看来美美这次是被狠狠的猫奴了 从这一夜来看 郭美美和这位外国哥们的关系还真是不一般 两人在夜店嗨到了午夜 回家途中在一家快餐店买宵夜 而此时美美的电话一直不断 这大半夜了 是谁让我们的美美一脸愁云惨叹呢 难不成是在向干爹们汇报自己的钱不够花了吗 转眼之间 我们来到了郭美美住所的地库中 十分磨叽的司机刚刚把美美的那辆马沙拉蒂开走 已经按耐多时的郭美美瞬间情欲全开 某往外国帅哥怀力钻卷 西腰圈双手搂背 一脸听到外国帅哥嘴上激吻起来 叫小编说这哪里是优药的猫啊 分明是饥饿的小狼狗好吗